當你手機是直視的時候 你的電腦 或者是電視這邊會有產生左右 2%以上面積的黑邊 你真正能夠使用的畫面就只有這一塊而已 這一塊不到1% 一樣的道理在電腦OBS也呈現不到1%的畫面 如果你只是拿這一塊的畫面拿去做直播 你的直播的效果會非常不好 你要的畫面應該是長這個樣子 iPhone呈現直視的畫面 然後呢電視也 100% 沒有黑邊的呈現直視的畫面 你只要把電視轉90度就好了 那你在OBS也是像剛剛電視一樣轉90度 這個畫面100%的就投影到你的電腦OBS上面 這樣的影像啊你拿去做直播 畫面才是漂亮的 各位大家好 我們啊在電腦的這個OBS上面要做直視的直播 到底鏡頭要用什麼 我這個回覆是這樣子 其實啊你用這個手機就夠了 手機的鏡頭不會輸給這一些 外面的什麼Gopro啊或者是一些運動相機 手機上面的鏡頭要投影到你的電腦OBS有很多種方法 其中一種是無線的方法 無線的方法我這裡不推薦 原因是因為在這個空間裡面 很多人使用2.4G或者是5.8G 這時候你在 做投影到你的電腦OBS的時候 有可能會受到干擾 運氣好的時候就很順暢 運氣不好很賽的時候 哇那你的畫面就會卡頓了 我們這裡要採用的是有限的HDMI的方式 那怎麼將你的iPhone手機或者是安卓手機 輸出成這個HDMI出來了 以這個iPhone為例 我們要讓他變HDMI出來 有所謂官方的Lightning to HDMI轉換器 我們要實際接近看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當這個iPhone手機連接這個轉換器之後 再連接到這個 電視 為了方便解說啊 我這裡連接一個HDMI的分配器 一路連接到這個 電視 然後另外一路呢透過這個 視訊擷取卡 進到電腦OBS 然後這時候呢一定有朋友說那怎麼當鏡頭呢 那我是不是可以使用一般的這個iPhone內建的這個 照相機的鏡頭 你會發現他會將所有的畫面整個呈現到你的電視上面 你看這邊有一個圓圈圈 然後這邊有一個什麼閃光燈 當你對焦的時候這邊有個黃框框 一樣的道理 你在OBS上面你也會呈現這個圓圈圈 然後什麼什麼對焦這邊也會有 這樣的App就不好了 為什麼 你難道希望說你在直播的時候 你的鏡頭會產生那些圓圈圈那些 符號嗎 照這種App就不好 你要選擇的App是 像這一種 你看這種App 他是不是呈現乾乾淨淨的 他沒有任何的符號 都是乾乾淨淨的 那你在電腦的OBS也會呈現的乾乾淨淨的 這樣子的App才能夠拿來做直播使用 然後第二個最重要的問題是大家都不會在乎的 當你的手機只是 投影到你的電視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他這邊有左右黑邊的問題 那你在做OBS直播的時候 你是不是常常就會把這兩邊給砍掉 問題是那個左右黑邊 佔的面積已經超過了三分之二以上 這一塊是1080P 那這一塊實際用到的影像就只有 不到三分之一的面積 你在做直播你只會用到這個不到三分之一的影像 拿去做1080P的直播 這樣的解決會好嗎 你應該希望的是能夠將這樣的畫面 整個完整的鋪到你的電視螢幕上面去 就像這樣子 有沒有 這個 手機的 畫面 100%投影到你的電視上面 那你會發現說不對啊 這個電視怎麼是顛倒的 那沒有關係嘛 我們只要把它轉90度就好了 有沒有我轉90度之後 手機的影像就100%呈現到電視上面 那100%呈現到電視的目的是什麼 也就是說啊 你的OBS上面也會100%呈現 這時候你只要將你OBS設定成轉90度 像剛剛這樣的一個效果就可以了 剛剛電視轉90度你只要這樣翻轉就好 OBS怎麼轉90度你就到這邊的設定去 然後這邊有一個叫做 影像的地方 你這邊剛好就打顛倒叫做 1080 1920 好然後呢 這個畫面再扭轉成90度 這邊就滑鼠右鍵 rotation轉90度這樣子 好這樣子 這樣子我的畫面就跟我的電視一樣是乘90度了 這個畫面啊100%的畫面都被OBS全部用到 不會有上下黑邊被砍掉的問題 你這樣的畫面才去做直播畫面才會漂亮啊 因為你之前你會把他砍掉上面的那個左右黑邊嘛 那個左右黑邊已經佔了三分之二以上 你真正用到就有三分之一而已 現在不一樣了現在是幾乎是100%都用到 這樣的畫面拿去做臉書直播或者是YouTube的直視直播 這樣畫質才會是最好的啊 問題是啊要怎麼讓你的手機 在直視的時候 100%呈現到電視 我們在用一般的HDi的轉換器的時候 當你 呈現直視的時候一定會補左右黑邊 是因為啊這種轉換器他是消費性的應用 你總不能把你家裡轉90度來看吧 不可能啦 所以他一定要左右黑邊 這個是方便我們看電視使用的 這就不是消費性的應用 我們要買一種特殊的轉換器 我給你介紹一款就是 FEBON直視直播轉換器 首先啦我先將這邊的HDMI連接到電視跟OBS 然後呢 這邊是連接 電源 這邊是連接傳輸線 如果你是iPhone手機你就用這個Lightning的充電線 如果你是安卓手機的話你就用這個 安卓的那個USB-C的充電線 好我們來示範一次給你看就是這樣子 這個HDMI先連接上來 然後呢連接電源 然後呢 這個是iPhone的傳輸線嘛對不對 這樣子 這樣子 好iPhone傳輸線喔 再連接到你的轉換器上面去 這樣子 這樣就可以了 就等待他一下 出現了嘛對不對 你看還蠻流暢的 那這邊有一個按鈕 這邊可以控制說你轉彎的方向 按下去就是 上下顛倒 再按一下就是那個 正常的直視的畫面 我示範這個你看 按一下 上下顛倒 再按一下 傳統的 這個直視你看左右補黑邊 然後再按一下 就回覆到原本的樣子了 我們再打開適當的App就可以了 你看吧 這樣子是不是就是 呈現的 乾乾淨淨的畫面 到你的電視上面去 然後呢 一樣的道理 你這一個轉換器直接連到你的 視訊擷取卡然後由電腦OPS去做擷取 就會長這樣子 這樣的畫面是乾乾淨淨 而且是 百分之百都被利用到 用這樣的畫面 去做直播才會是最漂亮的 我們現在示範安卓給你看一下 這是安卓手機嘛 然後呢我就連接這個 USB-C的充電線 然後把它換過來就可以了 換過來 接上去 這時候你看你的手機 他就按 立刻 就投影出去了 立刻 就出來了 好 這時候你要打開你的適當的App 這個畫面是乾乾淨淨的 乾乾淨的畫面也投影到你的 電視上面 你的OPS也會呈現乾乾淨淨的 接下來我們就要在電腦上面做OPS的 實際的一些設定 然後這個HDi的地方就連接到視訊擷取卡 以這台講是 FEBON 179 PLUS的HDi解決卡 這邊有一個是 HDMI印的地方把它接上來 他點接USB 然後呢最後將這個轉換器的電源給插上去 打開OPS之後就呈現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等一下要設定將這個的畫面把它 投影到你的OPS上面去 然後這邊就新增你的視訊裝置 打一個這個Capture card 然後去抓你的那個FEBON 179PLUS的擷取卡 確認 好抓到了 你看你的手機的畫面有沒有100%呈現到 OPS上面去 他沒有左右黑邊喔 好這時候呢我將 OPS這邊 先讓他轉90度 這邊滑鼠右鍵 這邊有個叫做 旋轉的地方 轉90度 好這樣子 然後我的這個 這個輸出也要設定成 16比9的畫面 好我就到這邊去做設定 這邊有個叫做這個Video的地方 這邊就跟剛才講的一樣把這設定成 1080x1920 然後這邊也一樣 1080x1920 好 確認 你看這時候畫面就是呈現的 100%呈現到你的OPS上面去 你看畫面是100%呈現到你的OPS 好然後我們再加聲音 這邊有一個 擷取音效輸入 好那你可以打 你有外接麥克風你就去抓你的外接麥克風 如果沒有的話你就抓電腦內建的麥克風這樣子 就可以了 好然後呢 再按設定 在做直播的時候啊你這邊要記得要設定成一個 進階 然後這邊是串流的地方 然後你選能夠選這個NVIDIA就選NVIDIA 好然後呢這個 輸出的解析度你就可以選 1080x1920 然後并瑞的話你要選高一點5000沒有問題 哎呦我這邊的網路不好我就先設定成3000 你可以設定5000這樣子 確認套用 好 這時候就打開你的臉書 按直播 然後這邊的話 就按開始直播 然後呢 請你 將這邊選 然後這邊選擇這個串流軟體 然後將你的這個金鑰給複製下來 到你的OPS上面去做連接就可以了 為什麼要連接 因為你現在的OPS跟你的臉書是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的 這個串列串接就是一個橋樑 貼上去 套用確認 好 然後再按這一個 開始直播 這樣就可以了 這時候你的這個 Savari的影響器就會看到 畫面了 好你看現在的Savari就有開始呈現直播的畫面了 那我再到這個Savari去按開始直播就可以加這個影像直播出去 按這邊 完成貼文的詳細內容 就填上去 就打 TEST 好儲存 再來呢 就按這個 開始直播 開始直播 這樣就出去了 好你現在已經開始直播了 這時候你可以用你的手機來看 你看 看得到吧 這就是直播的內容 跟這畫面是一樣的 用OBS直播啊不是只有將這樣的畫面 直播出去 這樣子直播出去你就只用手機就好啦幹嘛還要透過OBS幹嘛多此一舉 OBS直播主要是可以做一些多媒體的一些設定 比如說什麼跑馬燈啊 還有一些轉場啊 子母畫面等等 這些設定啊我在以前的影片都有蠻多的介紹 如果說你也你也懶得看這些影片沒關係 你可以購買我公司的這個 手機直視直播轉換器 然後呢你再跟我約時間因為直播教學啊他是要先前的一些設定要花時間的 不是說你一直衝來你就可以說我要教學 這個是要預約的因為要花兩個小時的時間 而且呢這個直播教學我還將影片都丟給你 不是亂教學的不是為了打發你而已 所以這個直播教學請務必簽 下單完之後然後呢 再跟我約時間 這樣才保證你的權益 不是亂教的 因為是兩個小時的教學不是亂教的 我們再做一個總結啊 你今天要將你的手機直視的畫面投影到你的電腦OBS 你採用的是原廠的這個Apple的轉換器 你會發現啊 他會呈現左右黑邊 啊這左右黑邊已經占了大概是三分之二以上面積 那你會真正用到 這一塊就有三分之一 那你這樣拿去做直播你的解析度一定不好的 所以我們後來介紹說你可以用這一款這款叫做 Fable直視直播轉換器 可以將你手機直視的螢幕 全部投影100%面積到你的電視 這時候你的OBS也會呈現100%沒有黑邊的畫面 這時候你假如在你OBS上面轉90度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你做出來的直播你真正用到的這個影像的這個面積是最大的 做出來的直播的品質才是最好的 以上是簡單的介紹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